根据日本知名自媒体爆出的信息,中共在日本开设的派出所一共有五个,现在已经知道的地址有四个,还有一个正在调查中。 其中,东京都两个,分别位于东京都中央区银座八丁目二十二东京华侨会馆,以及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和全街的十亿宾馆,明古屋市一个,位于爱之县明古屋市中区中统讲学馆,福岗市一个,位于福岗县的F2诸事会社。 中共在银座的据点,非常大,是一座八层大楼,大楼的名字叫东京华侨会馆,一楼是一家中华菜馆。 在秋叶园的中共秘密警察据点,属于日本福州十亿同乡会,现在更名为日本福州同游同乡会联合会,是世界最大华侨团体世界福州同乡会下属组织,在全世界拥有四十多个组织,一百一十个会员。 1994年,第三次董事会会议,在福州召开,出席人数三千八百人。 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。 中共不仅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蓝金黄,也嚣张到了海外开办了派出所地部,进行海外执法。 这是赤裸裸的对外国主权的侵害。 非常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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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